桃園有民众到知名的水族馆玩 逛玩发现外面刚好有小型的摩天轮 想说让小朋友开心一下 就够票让家人跟小朋友搭乘 结果这个机器启动 他才发现包厢的门栓竟然没有上锁 吓得他赶紧打电话 要家人说过好小朋友 业者则说门锁有两道 另一道有好好的上锁十分安全 桃園知名水族馆前 拜放各式游乐设施 小朋友最爱的是这个摩天轮 但却爆出宝箱没锁住 直接升空 有家长在网络爆料 他够票让家人和小朋友搭乘摩天轮 谁知道宝箱门栓 竟然没上锁就升空了 他跟工作生询问 才知道门栓一丝坏掉 吓得他赶忙打电话 要家人顾好小孩 如果说小朋友坐在上面 还是会有一些安全的疑郁 因为小朋友你不知道 他会发生什么临时的一些状况 或是碰撞到这样 应该要改善一下 实际到现场可以看到损坏的包厢 人挂在半空中还没修好 临时用胶带封住 对此业者也给了回应 也只是指出摩天轮包厢所有两道 当时恐怕是工徒生疏失 没有关到第二道锁 但门一样是有封住的 而被交代封住的包厢 则是因为门栓不好关 现场人员怕危险 这才先把他封住 若是包厢没关好 小孩不小心退开 从高空衰落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记者 中文和报道